《非诚勿扰》 各位好朋友 今天真的非常难得 在大家都觉得疫情非常严峻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对谈 真的非常难得 我想大家都得赶快学习如何远距沟通 美好的空间没有在远距里面分享给大家 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生命力就是在有危机的时候 正好可以好好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想到了这个好方法 也就是在我们室内限制五个人之下 维持非常好的社交距离 全程戴口罩 在我们进来的时候 量体温 还有全程戴口罩之外 手的酒精清洁 都完全做到位 在这种一个安全的防疫措施之下 仍然我们可以不停学地在做远距沟通 让大家早一点适应未来的生活模式 那清云画廊呢 是一个很优雅的一个地方 上个月呢 我才在这里 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里办了一个个展 所以对这个空间已经有 比较熟悉 比较了解 那我也觉得这个空间呢 非常适合做一些小型的座台 特别呢 对我们台湾的艺术环境 或者呢 我们辐射到对于现在国际的情势 艺术的概况呢 都可以呢 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对调 很多年轻的艺术家 在这个防疫期间啊 这个疫情的严峻的期间呢 都闷得慌 展览受到影响 开幕更不用讲 开幕的茶会呢 几乎都是暂停 但是呢 大家呢 还是希望能够跟画廊空间 多一些了解 多一些接触 叙事待发 等我们的疫情相对稳定的时候 同样呢 可以呢 快速的能够练接 在我们的艺术空间里面 所以 今天我们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呢 也特别的邀请了这里的主人 李宜舟先生 这个青雲画廊的总监呢 来跟我们谈一谈 在我们 可能疫情严峻之时 刚好可以沉淀下来 好好回顾一下 台湾的艺术环境 好好地给艺术家 特别是年轻新锐的艺术家 聊一聊 作为一个业者 经营了那么久 看到了那么多的艺术家 然后也培持了非常多 年轻艺术家的这个过程中 一定有很多的想找 要怎么样建议一个新锐的具有未来性的艺术家呢 要怎么样的准备他的方方面面 那我想就从一个新锐的艺术家 一个新的艺术家 怎么样了解一个画廊 接触一个画廊 或者怎么样开始去体会一个画廊的方向 这个部分 请你先展开聊谈一下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Gary 那其实画廊一般来说 国内的 我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大概也有六七千家 那中华美国画廊鞋 会入会的经过审核 大概就是一百二十几家左右 那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持续的有在很多人的生前 然后加速在上升当中 那一般的画廊 我们根据他的一个经营形态 类型大概可以分成几种 那一种呢 他可能就是 并非是画廊協会会员的这种 那就是可能泡茶聊天型的 然后他可能也兼做一些 茶文化、古玩或者字画 或者是陶艺 精工相关的这种作品 那他的经营形态 比较是泡茶聊天型的 那再来一种呢 他是属于空间出租型的 那空间出租型的画廊 他本身并不是以代理艺术家 或持续的内部 举办的展览为主 他比较像是一种二房东的经营形态 那这属于空间出租型的 那还有一种呢 他是属于收藏型的 那这种收藏型的画廊 他就比较像是用画廊的身份取得一种 二手作品的一种买卖 那二手作品的一种买卖的过程中 他可以寻找出更好的作品 并且作为二手市场的一个买卖流通 所以他比较属于买卖业 那再来呢 有所谓的就是说 商业型的话 那商业型的话呢 他以展览为主 而且他是以第一市场为主 所以他的主力会摆在展览 然后很积极的举办活动 那当然还有一种 叫做复合式型的画廊 那复合式型的画廊 他们其实主要就是 他们的产品线非常多种 不只是做艺术品的买卖 有时候也提供一种 艺术的服务或者是餐饮 就像很多复合式经营的餐厅 咖啡厅 他们本身可能也会有 展览的举办 或者一些艺术品的一种展示 对 那还有一种叫做 经济型的画廊 那经济型的画廊 他主要就是说 他们代理艺术家 并且独家经济 那他们会发展 他们经济艺术家的一些策略 并且是 在国内外的艺术博物会 帮我们举办展览 那并且会帮他们做一些 美术馆或学术性的大街 那这也是和画廊 目前一直持续努力 以朝向并且实践的一个目标 那当然这几年 还有流行的一种 叫做所谓研究型的画廊 就是说 它是画廊 但是它在内部设立一个研究单位 那他们对于 不只是说 做一些美术史塔术的展览 那其实他们也回顾 他们过去的 一个地区的岁月 那去寻找出 有没有曾经被遗忘 或者被忽略过的 杰出艺术家 也许这些艺术家 是在过去的年代 也许他们过往的 但是 研究型的画廊 希望能够找出 他们被 时代给忽略的这些艺术家 那还给他们一个 在市场上的一个公道性 对 那 大概 其实台湾的这些画廊 零零种种的 大概就是分成这几种面向 这个总监呢 跟我们谈到的这些 一下子开展了这么多画廊 真的是目呼暇急啊 那 各位朋友呢 可能很难一下子就消化到 各种的画廊的形态 不过 特别最后再讲到 我们比较好奇的就是 画廊也兼具了 研究的这种特质 真是非常令人期待 那你来讲 像这样子的工作 都是集中在 美术馆的一些工作 那美术馆可能有相关的 研究人员来做策展 那 所以我们会对画廊 如何进行研究的工作 例如说 有没有可能会 对于自己 关注的艺术家 不管是已故的 还是当代的 那因为 过于关注 或者是想要 特别去推展这些艺术家 而在研究的客观上面 会受到一些挑战 还是说呢 有可能因为身在民间 接触更多的重要的 不太喜欢露脸的 收藏家 反而更有条件 可以去看到更多 也许美术馆的行政人员 所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产品 而有了更好的议题 更客观的 可以去重新用自己的角度去诠释美术史的价值 这个都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 就这一点来讲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其实这些年 在国际的艺术圈内 有一个议题 就是说 画廊抢了美术馆的工作 或者画廊做的 本该是美术馆该做的事 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它有一个起因 其实是 国际上很多的画廊 它已经发展了上百年 那当然也有部分的画廊 它并非是上百年的画廊 它可能是某些大收藏家 它们本身是企业主 那后来 它们在它们的企业底下 它们又开始转投资 所以它们从收藏家的角色转投资 进入了画廊 成为画廊的角色 比如说 英国的Satch & Satch Gallery 它们是Satch 它们主要做广告的 它本是大收藏家 但它也有自己所属的艺术商业提供 那 其实 这几年 发生了很多的画廊 国际画 以及网络画之后 它们开始集团式的 在各个国家城镇去铸点 而且深入的耕耘当地的艺术市场 并且也找寻当地的艺术家 把学术当地的美术史进行一些扒书 那其实 它们在这样的一个行为中 它们渐渐地改变它们的画廊功能性 那其中有两点 就是说它们最 最为具备 最为凸显 显著的一个功能性改变 第一个就是学术性的经营 第二个就是公众性的经营 所谓的学术性 就是在学术上的这一块去进行经营 好比说它们在展览的时候 会举办论坛 那也会参与内外部的一些讲座论坛 并且来它们的画廊总部 或各区的画廊内部 会成立一个研究中心 就成为我刚才所讲的 就是说它们像是一个研究室一样 那它们不只是说 扒书美术史 并且它们关注全世界的一个艺术脉动 就是说 现在艺术走向是什么 未来的艺术是什么 它们期待的艺术环境的改变 以及现象是什么 那在学术性上的根源 它不只是针对艺术理论 或美术史的部分 它们其实也进行艺术市场的一些分析 那过去只有美术馆会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公共性的部分 因为它们到世界各地 它们去注点 拓展它们的画廊的分支 那在一个地区别的画廊中 地区别中去展变它们的画廊 其实它们也了解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要进入一个市场 必须你要取得它们认同 你们也必须提供百分之多少的一个比例 是能够跟当地的收藏口味去做佳集的 所以它们部分也会研究当地的 并且代替当地国家的一些杰出年轻的当代艺术家 那会让画廊做了美术馆这样的事情的画廊 大部分都是主要是经营当代艺术的这种集团式跨国性的这种画廊 或者它有志想要成为跨国性的这种画廊 那刚刚所讲到的学术性跟公众性 其实有些厂家会认为说 你画廊的目标主要的导向 不是应该以经营自己的一个艺术家的市场性为主吗 怎么会模糊了你自己的一个角色 那以公众性而言 为什么你要做这么多的社区营造 或者民众参与的工作 因为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做这些民众参与的工作 其实这些并不一定是你的主要特群 那你分散了这么多时间 那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那其实你并不是美术馆 为什么商业化人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对于学术界来说 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个顾虑 那顾虑主要来自于你是商业型的画人 你并不是一个学术性的代表 那你也并不是学术理论的一个理论家 研究者或者教育家 那你并非是学术性的角色 那你这样做一种 有艺术上的一个论定 那混淆了美术馆画廊 这种画廊生态系统的上下有关系 还有就是说你对于艺术论证的这种定位 还有决断性 好像跟你本身是一个商业画廊的这个关系 是不太符合的 但是其实为什么画廊 它会进行探植这样功能性的转变 其实主要是因为 其实有一点像是一种文化资本的概念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资本有很多种 有的是属于金钱上的资本 有的是社会角色关系的 人脉型的属于社会资本 那也有所谓说你对于文化 文化这个厚度 或者一个文化话语权上面 所谓的文化资本 或者象征资本 那其实很多商业画廊 它发展到一个规模之后 它开始寻求 让它的文化资本的厚度提升 并且它希望提升它所谓的文化地位 就是说我如果不断的去提升 我自己的一个学术性的经营 那好像我可以跟美术馆比例一样 那甚至我好像拥有了某部分 对于未来艺术发展的一种话语权 那第二个就是说 文化的地位 就好比说 每个城市其实都有它的文化地位 比如说 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世界来说 比如说 伦敦啊 纽约啊 比如说 东京啊 很多这种第一世界的国家 特别是一些首都 那它们都是属于文化地位比较高的城市 那其实相比你这样的概念 其实很多跨国际的这些巨头型的 或者近几年比较进步很快的这种属于篮球型画廊的 那篮球型它当然是从金融市场 篮球股这边挪用过来的一个名词 那篮球型画廊或这些国际巨头型的画廊 它们现在无不以这个目标为它的一个前进方向 所以它们对于画廊内部的一些论述、出版、研究 甚至它们会成立它们自己的艺术图书馆 艺术的纸本中心 还有它们的数位的资料铺中心 不断的产出它们的纸本出版 还有它们的一些数位的一些影音编辑 那我想国际型的巨头画廊 它们为什么做美术馆的事情 抢了美术馆的工作 主要也是反映出想要证明自己在于文化地位上的一种提升 这个话题一展开呢 其实非常的专业 就是我们的一开始呢 就进入到很核心很专业的一个方向 那也非常惊人期待 因为我也没想到说 这个总监就这个问题来讲 研究得非常的深入 而且对于画廊的未来的发展 期望是非常高的 也可以说呢 我们好像丢出了一个话题 就是画廊的角色 似乎非常明显的 跟传统我们的概念相当不一样 画廊呢 可能一方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交流的角色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在做跟美术馆或者是说美术史的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角色 特别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群众的参与啊 或者是社会的感染力 这个现在的有规模的画廊呢 都同时呢 在思考这些问题 不仅仅只是收藏的这个概念而已 那收藏的意义 或者收藏呢 可以产生出来的感染力 有各方面面的 如何的能够让它更扩大 变成了画廊的一种理想性 那我刚刚也特别有提到说 社会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资源 甚至庞大的艺术上必须要关注的一些议题来讲 并不是都是美术馆可以完全胜任的 但例如啦 以我自己的观察为例 例如说 当代东方美财 特别是书画方面的研究来讲 就经常被现代美术馆给忽略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的民间基金会 民间的艺术空间 民间的收藏单位的研究 在书画的这方面研究 包括了当代性的这种研究来讲 不弱于美术馆的关注 所以有很多的议题 其实当它被一个艺术空间跟画廊关注了以后 长期的追踪、研究 甚至开展它社会的影响力 它做到的可能要比某一个美术馆来得更深刻 甚至更广大 这个也会形成各个艺术空间或画廊 它所产生它自己的品牌效应 或者是它的成就感的一个来源 不过我们的开展一下子稍微严肃了一点 而且也有点太专业了一些 但是实际上我们很想要透过这个机会 在这个实际的空间里面 特别是长期经营 当代艺术 然后接触年轻艺术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请李总监也比较轻松的来聊谈 就是当一个年轻的艺术家 也知道了有很多画廊的形式 如何选择一个画廊 然后了解一个画廊 不要说一毕业以后 一接触一个画廊 马上就让人家觉得说 哎呦很机车 然后呢这个很幼稚 能够给一些年轻的艺术家里 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跟建议 如何进入到一个当代画廊的环境 首先要认识哪一些方面呢 例如说可能会有契约的问题 那契约可能分成哪些形式 那画廊又怎么样评估 一个年轻的艺术家 要为他设计怎样的契约 在两方面的合作之下 能够渐入佳境 这个恐怕是很多的艺术家 首先他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假若就是说都会是一个 从来没有跟画廊有什么接触的艺术家 那先给大家就是了解一下就是说 画廊跟美术馆 还有一种 台湾艺术收场生态民众的这些 他们彼此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为什么画廊会让风轻的艺术家都做 因为我们这几年 提会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随着台湾的艺术 这个产业它从本来是一个行业 渐渐的专业化架构化 然后功能性更能展开的时候 我们慢慢就变成一个产业了 那这个产业它之所以它形成一个产业 它就会累积了我们很多产业史 而且艺术这个产业的一种市场的机制 还有行业内的种种的机制 那其实美术馆它的功能性它可能有典禅 它可能有展览 它有民众教育 或它有一些文化的使命 但是美术馆它同时又成 就是作为一种很高度的一个 进入美术史审核的一个角色 那简单来说 我们所有的艺术家 他可能要成为到一定的趴 一定的趴数之后 他才能够进入美术馆 也就是说能够进入美术馆的 就像我们黄志远老师这样的 都一定是个咖 就是蛮厉害的 可是所有的艺术家很有趣 就是说他们都是从小朋友开始 他们都是从很年轻 或者是他们是书生之子 然后慢慢蒙蒙蒙蒙蒙的 追寻自己的创作目标 然后慢慢他们是先由市场出道 先开始从画廊这边开始结果 然后等他们有朝日日老了之后 才能够进入美术馆 那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当你在艺术市场上活动的时候 如果你所有的这些资料 比如说你的作品清单 你的创作的一个脉络 还有你一路发展下来的这些东西 都没有收到记录 或者说你没有经纪人 但同时你又自己不知道 怎么样帮自己累积做一些个人的 艺术家资料铺的时候 你老的时候 你在美术馆要办个资料 找到回顾展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资料 那过去为什么很多的 老辈艺术家 他要在美术馆展览的时候 会发现好像很困难 很多过去珍贵的史料都没有做记录 那當然有一部分是因為過去的時代是還沒數位化的 那些老輩藝術家他們是並沒有這些 即使有相機牌,可能底片會壞、照片會壞 他們並沒有用一個數位的方式去舉進 當然現在的數位時代,如果你家裡沒有買納子 沒有辦法同步影碟的話 你也很可能會有資料上司的問題 所以說到這一點,大家記得要把自己的資料給備份安全 因為你所有的這一切都是去證明你一路以來的創作里程 那藝術家的未來,你是創作的脈絡發展的時候是很不值得、很未知的 所以在當下,你每一個創作可能都會成為你之後創作的一個契機點 也就是你創作上面的火種 那我認為說,華郎他就扮演了一個角色 就是說在你尚未進入到美術館、殿堂之前 他處於一個可以陪你一起前進的一個陪伴角色 那當然近年來台灣也引入了很多,十多年來 引入了很多國外的這種藝術經濟的這種制度 其實有志在做藝術經濟的這家畫廊 他跟藝術家常常也在尋找出一種新的推廣上或感染力提升的這種新的模式 那不斷地在前進的過程中,我們也不斷地在察覺現在的藝術環境或市場上的改變 好比說過去的時候,我們譬如說 2009年,20年那時候可能經歷了07年以來的這種海嘯 造成中國大陸的這種當代藝術的泡沫化 漸漸下跌之後 其實我們也期待說台灣會不會有一些 藝術家順勢而上,然後成為下一波的明星 那到2021年之間,已經流轉過很多不同的藝術板塊 譬如說日本的當代藝術家 譬如說現在都還一樣很紅的春色的那兩次草鮮明生這三大當代藝術家 譬如說之前日本有出現過像齒隆古他們這些玩美彩的 用木頭、用輪胎、用鐵 或用鐵板或用玻璃其他材質這種 韓國很喜歡玩多元美彩的這些藝術家 也曾經紅過 然後東南亞或比較屬於一種民族制的這種創作情節的 或海島型的這些 巴厘島的這些藝術家 也都曾經倫方上陣 那包含說20世紀海外華人 還有大陸第一代這些老油畫 還有曾經從俄羅斯那邊嫁接過來的這種美術史發展的重要老藝術家 包含說80後的大陸當代藝術家 譬如說香港及內地的一些星空比的這些水魔畫家也曾經都紅過 那包含說像譬如說日本具體派或譬如說像景上永依 他們這種書法 書法類別的這種當代藝術家曾經都紅過 那這幾年呢 日本的這種木雕或年輕的這種 有著美少女外貌的這種 小鐘梅雨或者是其他的這些中春夢這些藝術家也曾經都紅過 甚至現在很紅的從歐美來的街頭文化 Karls、Banksy 他們這些塗鴉或者公仔類型的這種 藝術的流派他現在也順應而上 那其實我談論了這麼多不同的藝術板塊或流派在市場上曾經活了 其實在訴說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藝術價值它可能是持續累積 而且它會有一個公論的 但是藝術市場的價格它其實是有波動的 那很奇妙的一個觀點 就是說很多人他剛進入藝術市場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藝術性、藝術價值 他跟藝術價格他應該會要有一個連動關係 或者正向關係 那絕大多數的時候我們也是這樣子的期待 但他並不是一定就非得要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好比說今天一個藝術家他創作了一件作品 那在藝術家他當下完成這件作品的時刻 這件作品被賦予了藝術性 然後藝術家透過自身的努力 然後在作品中注入了他所謂的藝術靈魂 那這件作品的一個藝術造詣已經完成了 但是呢我們很多時候在藝術市場上會發現 當初哪一件作品幾十萬人不買 然後流流流 拍賣會上又拿出來了 可能是幾年之後 可能翻了十倍了 翻了一百倍了 結果大家搶貨頭 然後同一個買家當初不要的又去買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初要賣給你的時候 你東挑西簡 結果變成十倍一百倍的時候 你搶貨頭 這可是同一件作品 為什麼一個藝術品它明明是同一件 而且便宜的時候你不買 貴的時候你才買 這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就是說 藝術的價值跟藝術的價格是不相同的 有可能它會相印證 但是它不見得它就會是百分之百的同步同調 那我再打一個例外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 當什麼時候藝術的作品被完成之後 但是它的藝術價值會不斷的上升 我覺得是跟時代環境有關 也就是說 我們當代藝術家 取入我們當代的一個環境 那我們的某些作品 會因為這個環境的持續發生之後 讓我們某一件作品變得很重要 我以杜向的小便斗來做一個舉例好了 當初由於它這樣的一個帶小現成小便斗 它去做一個展覽的過程 在之後被很多的理論家史學家提及 也就是說 在這個藝術正在發展的環境下 文本不斷的重複提及你這件作品 並且你這件作品持續的不斷去影響後面的人 即使你這件作品早就已經完成了 藝術家使命也結束了 可是這件作品它在藝術史上的意義 其實是不斷的上升中 在這種情況下 同一件作品翻了幾十倍幾百倍 被大家公款搶購還買不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認同這樣的觀點 但是除此之外 除了一個環境時空的背景改變 賦予藝術家意義更上一層樓之外 大部分的時候 其實是屬於市場上的供給需求 也就是說 市場上的供給是固定或變少的時候 因為作品會不斷的被人家買走了 那或者是說 你作品的產出量是固定的 可是你的市場是越來越大 你可能本來只是台北市的市場 你變成全台灣的市場 你變成亞洲區的市場 你變成國際性的市場 那你的市場需求就會越大 那你的經紀人他就會適當的去分配你的作品 那在如此的一個交貨影響下 你當然有可能就會價錢越來越單身 那說到這裡呢 我還是想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說到底什麼東西會影響到一個藝術家的一個未來的發展 那其實我這邊有整理一些我們前輩廠長給我的一些建議啦 比如說多吸收養成才能厚積而撥發 比如說多嘗試多實驗多創新 高貴的失敗遠勝過安逸的成功 保持情感的豐沛 拒絕盲從藝術潮流 執迷於創作並堅持自己的路子 找到自己的優勢做自己擅長的創作 不激逆於形式與手段 重視創作的精神 勇於袒入自己的靈魂 要自我批判永不滿足 建立好的名聲 了解自我的價值並找到自我的圈子 藝術並非別人氣不需要法眾取創 還有對於所屬的時代與地域保持敏感性等等 那其實如果講簡單一點 你要成為一個藝術家 你要經營兩種環境 一個叫做內部環境 簡稱叫做創作 你持續的去提升自己的創作能量 並且要知道創作它是一個實踐的過程 它並不是一個口號 也不是你到處去跟人家詢問意見 那失授了很多就表示你創作的提升 那必須要透過實踐 才能夠表達出來 創作它同時是一種接受論的 你必須要被這個時代所接受 然後被這個藝術環境所接受 你才會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 那我等一下還要補充一下 什麼叫做 就是說什麼樣是藝術家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要經營一種叫做外部環境 簡單的外部環境就是說 它跟創作不是直接相關的 也就是說你處於這個藝術的環境中 我們稱它為藝術世界啦 或你可以講說它叫做藝術圈或種種的名詞 簡單來說它能夠有哪些 它可能有藝術的市場 藝術的學術單位 教學單位 藝術的研究單位 譬如說美術館系統 還有很多的藝術相關的行為組織 譬如說美術機構 商業機構 拍賣會等等收藏家 藝術的媒體 所有這些零零種種包羅萬象的角色 它組構起來的其實就是一個藝術的世界 尤其是我們講的藝術圈啦 所以你要取得一個認同 它並非就只是單一面向的 那其實就好像有的人 他只經營市場 賣得極好 他也極出名 但是市場上的好不一定代表歷史定位 所以除此之外 你可能還要經營 除了藝術商業市場以外的各種角色 那當然過去 藝術的經濟人或商業機構 他只重視市場這一塊 但是現在好的藝術經濟公司或好的畫廊 他其實會幫你經營其他面向的外部環境 所以經營要成為一個好的藝術家 簡單來說經營兩個 一個內部環境跟外部環境 那我想要談一下很簡單的三點 就是說 什麼樣叫做藝術家 那第一個就是像我剛才講的 就是說環境這件事情 就是說 第一點他叫做說 在藝術的世界裡存在的專業創作者 就是說我剛才講的收藏界 學術界 創作界 藝術平台 美術機構或市場上活躍的這些人 當然有些時候你取得其他藝術家 也就是創作界的認同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說 你需要有一個藝術家的本質 那藝術家本質我覺得有兩個很關鍵的角色 一個就是精神上的修為 那第二個就是對事物的一個感受力 那藝術家他這個角色 你也可以說他是一個職業 那他其實跟職業又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他不只是一個工作 他也是一個職業 所以說藝術家的這個角色關係 他關注的主要是創作 那他在藝術上這個環境中也被賦予了一些意義的 譬如說我們認為藝術家是在現在的時代委會下 他是相對於崇高的 他可能是相對於一般的 他可能跟律師、會計師一樣都是專業角色 但是他跟這一些提供專業服務的這些職業 可能又不太一樣 他又多了一層所謂的文化上的使命 那除了就是說在藝術的環境裡頭存在 第二個就是說有藝術家的本質以外 第三個就是說他必須要有知識結構的一個支撐 就是說藝術家其實他也不只是思想家 他如果只是思想家 那他跟哲學家就是一樣的 他可以在作品中帶入很多的哲學意義 但他必須要多多實踐的去進行 他才會是一個藝術家 也就是說如果他今天是一個觀念藝術家 他也必須要提出他的一個藝術的觀念 並且在時代環境下賦予一些意義 然後產生一個時代下的影響力 那他可以接受這個環境給予他的反饋 所以為什麼即便是當代藝術家 他們必須要換展檔 因為他也很渴求的想要知道他的作品 能不能在環境中產生一些意義 以及別人給他的一個反饋 那當然就是說藝術的理解 當然這是知識結構 他其實就是不只是藝術的理解 他可能也包含了創作藝術他需要的一些技術 就是說你透過在練功的過程 把你的技術發展出來 但他其實這個技術也是內化到你的個人之中 他不只是肌肉的記憶 他可能也存在於你的大能力 那這三點就是存在藝術的事件 需要藝術家的本質 以及需要藝術知識結構支撐 這三個是我認為如何去區別 是不是藝術家的三個要件 那個剛剛談的蠻多蠻有意思也蠻重要的一些訊息 裡面有一個很核心的剛開始的時候提到這個價值跟價格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們如果碰到一些價值不高 價格也不高 基本上我們不太關注這個 但是我們會比較想要去探討的是 有一些作品或者是有一些藝術家本身 他的藝術價值是高的 可是價格也很高是怎麼造成的 或者是他價值很高 可是價格不高 這個又往往是收藏家很關注的一個面向 因為他有可能因為時空的限制被低估 所以呢 收藏家包括藝術空間的經營者 他們往往會關注兩個面向 一個就是現在正主流價格很高的 那檢視他是不是有真的也同對等的一個藝術價值 也是同樣很高的 來在這個熱區裡面去觀察自己要如何面對經營的問題 另外當然可能更關注的就是說 目前價值上不高 可是以藝術史的角度來講呢 他的藝術價值是很高的 這可能又是另外一個面向 很被關注的一個面向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受到的變因 最大的變因是時空關係 有時候呢 價格的高是因為在某一個限制的時間裡面 他呈現一個非常高的一個價格 這個當然有他公共關係的一個影響或者操作所產生的 但是時間久了 或者空間改變了 換了一個空間 或者時間拉長了以後 就是我們常說的 用藝術史來的 所以就有點高估了 我想這個問題來講 應該是一個大家很關注的一個問題 特別是畫廊的經營者 或者是攝入收藏的 或者說對自己的創作 想要能夠在這個社會上開始產生影響力的 都是一個蠻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 作為一個經營者 最難得的經驗就是已經觸碰過很多的 就是當代的藝術家 那從剛剛講的這些歷程裡面 也有很多的建議 作為一個藝術家應該要具備哪些條件 或者前輩有一些什麼樣的建議 但是我們想說更容易理解的就是說 你碰到了一些案例 可不可以比較具體的提出說 年輕的藝術家 或者是說正在發展中的藝術家 哪一些狀態是你認為 它是具備有未來性的 或者是說畫廊喜歡的一個狀態 是藝術家是怎麼樣 跟畫廊走在同一個上升的趨勢裡面 那哪一種現象呢 是藝術家不了解這個環境 甚至沒有學習好 反而讓它的潛力沒有辦法發揮的 這個限制 你能不能舉一些比較具體的 你所碰到的一個案例 來讓我們的聽者 更能夠快速的把握這個方向 那我之後呢 我來舉一些案例 但我不只民道姓 我就講了一個案例裡頭的一個 實際上的情況 大家記得我說 成為一個藝術家要成功 他必須要經營兩個環境 一個是內部環境 一個是外部環境 也就是我剛才講的 內部環境是跟創作有關的 外部環境則是屬於這個藝術世界有關的 那剛剛其實講了幾種市場上的情況 也就是針對藝術價值跟市場價格這兩點 會有四種排列組合 第一個就是說價值高也反映出價格很高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無庸置疑 也就是說藝術家他在於內部環境跟外部環境 他都經營得非常好 就好比說趙無吉 他就是一個還沒落勢價錢就已經也不低了 就非常高了 那這樣的就是幾歲去世的這個藝術家 他在藝術的內部環境外部環境都經營得非常好 而且他的整個人生就好像是一個上流階層的一個存在 那他有很好的外語能力 很好的教養 還有學術的一些機靈 那當然他在同才裡頭 他也是一個很多藝術家都喜歡 並且崇拜的一個指標性人物 並且他對於創作上 他在一個把如何把東方的這種東西 透過西方的一個媒材轉化進入 然後在巴黎的社交圈還有國際化上做得非常成功 那作品的一個藝術造詣 三級式的構圖 用春髮都幫著這種書寫的一種線條跟靈魂 住他的作品裡頭 產生一種空靈 或者是一種很沉的一種底蘊 那種種的這些描述其實都會顯示就是說 他幫自己安生立命的在定位在某個位置這樣 所以藝術家要把自己設計進一個藝術圈裡頭 你要把自己設計進一個獨特的位置 那也就是說我們藝術經濟人或經濟型的畫廊 他會首先幫藝術家做的一個東西說 就是說事長事性的幫你量身大招去做所謂的藝術環境的定位 那剛剛講的就是說價值跟價格都很好的 他就是造極這種等級的當然無庸置疑 那第二個我們不去探討他的 因為他是內部環境跟外部環境都經營不好的 基本上他內部環境經營不好的時候 他就是很困難嘛 所以藝術價值低,藝術的價格也低 甚至賣不掉的這些藝術家 我們就不用探討他 所以兩個都好的無庸置疑 兩個都不好的那是理所當然不用探討 那還有中間的兩個 一個就是說 藝術的價值很高 但是市場的價格卻很低的 那其實這樣的藝術家有很多時候 他是外部環境經營不好 就是說比如說一個藝術家 他雖然很有天賦 但是他閉門造局 或他的做人處事非常的不厚道 那這樣子的藝術家 可能收藏家是害怕的 我們這種商業型的畫廊也是害怕的 那曾經也聽前輩們講過 有一些藝術家他們本身是太過於的去在意情 斤斤計較 或者是說他們自視很高 雖然作品是 的確還不錯 但是自視過高的去得罪太多了 那當然也有一些前輩的一些藝術家 畫家 他可能本身是畫家 他又本身肩負了評論家的角色 所以到處的批評別人 那當然就產生了一種角色彷彿 評論家他可以專附一個藝術作品跟環境 藝術市場或藝術環境的一種評論角色 可是當你又自己也開始在做創作的時候 可能你跟這些同儕輩都是創作的所謂的創作權可能關係也並不是很好 那當然有很多東西可能會影響 比如說收藏家的觀點 他其實是最容易去影響一個市場好或不好這件事情 比如說時代的演變下 有些的收藏家觀念會是轉變的 以中國繪畫來說 自古有繪畫三千之說 如果我作品不好 我可能覺得南奔大雅資產 我不如親自削毀 我不要變成文化傳承上面的一個累贅 那其實是一個非常絕對的一種精神 他其實是一個想要自我突破 然後對自己批判性非常強的 自我批判性的創作者 在以前他可能是好的 但是呢 有些藝術家他可能透過一個公共的行為 去將自己的作品燒毀 那可能就會產生的某些的收藏家會擔憂 覺得說 你現在否定的東西跟我收藏的其實是同個系列 那可能就會讓收藏大家覺得說 原來我不是收藏最好的作品 我舉這個例子其實是在講說 當藝術走到商業的時候 他的商品行為跟一般的商品就差異非常大 因為他要考慮的是一個心理學上的一種因素 而且他肩負著就是說 藝術作品如果視為一種商品 他跟文化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就好比說我們今天做藝術的一些營運上的拓展 我們想要讓全球化 我們就要思考怎麼樣做文化輸出這件事情 那當然就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很宏觀的 但是世間萬事沒有什麼事情 他是輕以立舉然後又百分之百成功的 那之所以就是說為什麼 藝術家要成為頂尖並且國際化這件事情 是非常難的 這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才會有這麼少藝術家成功 那如果就是說大家都成功的 那也沒有所謂的成功 因為所謂的成功 他就必須要維持在浪頭上 也就是說 有些人常常講一句話 那個是金融市場比較常講 就是說 你如果不能自己創造浪頭 那你就想辦法讓自己維持在浪頭上 那維持在浪頭上 那你就時常的去檢視自己 列出的所有指標評估當中 你是不是在這個區塊裡頭 一直處於前面的幾名 像黃志陽老師就是我心目中 處於前面幾名的藝術家 所以我這個書法的展覽 我就是第一檔 我就找黃志陽老師來展 那因為我展出的藝術家 如果是書法類型的 我會希望是有兩個滿足啊 第一點的滿足就是說 他是古今中外的美術史 藝術理論兼通的這樣的藝術家 他在本質上 尤其是透過創作上去理解他的時候 你是感受得到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藝術家他是研究型的 那研究型還有什麼好處 就像我也很希望我畫廊 可以慢慢的朝向研究型的畫廊去發展啊 因為研究型的畫廊啊 或者藝術家 他就代表他會與時俱進 那與時俱進的藝術家 這至少跟你保證了50%的機率以上 就是說他是會有未來性的 那這其實也是中國大陸 比如說中央美院 他們最近一直在強調的一個就是說 學術型美院或研究型美院 並且他們要教育出 學術型或研究型的這些藝術家 因為當代這個時代來臨之後 你必須不斷的去驗證 並於思考你在這個當代環境下 存在的實控意義啊 那這個也很類似就是說 黃正恩老師常常講說 當代環境下的語境是會改變的 所以你一個當代藝術家 怎麼樣在這個時代下 安身力並並且去發展的未來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談到第四個 剛才講的就是說 藝術價值高 價格也高 無庸置疑 藝術價值低 價格也低 或者賣不出去 這個叫做 不用多含 理所當然 那剛剛講的就是說 作品很好 可是它不一定市場好 就會有很多的因素 那最讓人家不服氣的是什麼 就是藝術作品價值很低 很差的作品 但它就會被炒作出來 變成天價 就是說價值的確能夠高價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談到說 當代藝術環境 它會有很多市場現象 其中一個現象 我稱它為國王的心意 那當然 我又在套用一句股市 常常講 就是說 浪潮退去之後 才知道誰在活躍 因為畢竟市場操作這件事情 其實關係到的 連結是非常浮廣的 那 藝術 市場上的操作關係 舉凡說畫廊 藝術家 有影響力的廠家 藝術的媒體 還有開賣會 這些作為二手市場交易平台這些紀錄 以及 現在才比較 比之前更多的這些 藝術指數分析 資料庫的這種網站 當然它也屬於媒體的一部分 它其實這些角色互動之間 它就會組織成一個市場 炒作的一個很網絡密質的一個架構 那 這幾年 譬如說 藝術市場在炒作上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樣派 譬如說 透過排隊的方式 透過飢餓成效的方式去炒作 或譬如說 利用一些指標型的一些角色去炒作 但我講到這邊我要先重申一下 並不是所有有用這樣的方式去行銷的 就代表他是不好的藝術家 好的藝術家 他用好的行銷方式去經營他的藝術市場 其實他會更成功的 但我不想要就是倒映為果去講述 我要再重申就是說 我不是說 在以下我提照的幾種的市場經營方式 所代表的藝術家就是不好的藝術家 其實有很多他們之所以成功 是因為他們有本身創作上優秀的條件 對 好比說 就是說 名人的家子 這當然也是 譬如說 很多的藝術家 他透過本身 像是一種傳記式的這種 故事行銷 來為自己去做一個家子 那 當然 很多的藝術家 他在市場上賣得非常好 其實也並不能說明 他其實在美術史上或 藝術學術性上面 就是有地位的 那 講到這裡其實我想跟大家舉幾個例子 就是說 我看到目前市場上出現的藝術家 我給他灌一些名稱方便大家 透過記憶 比如說 第一個 一個 叫做屬於 學俗型的藝術家 那 學俗型 或這種研究型的這種藝術家 他其實本身就是說 有極高的學俗性 並且他有 所謂的 開竄實驗性 就是說 我覺得好的當代藝術家 他必須要滿足一點 叫做全瞻性 就是說 你要想得超前這個時代 但你不用超前的很大 因為必須 藝術作品必須 存活在他的 時代的架構裡面 你超越你前兩個五十年 我看是沒有一個藝術家 才能夠理解你的作品 那 在過去的時代 這樣的作品 可能有出現過 但是他們卻沒有被保留下 因為他們可能生出了年代 當然 有人反對這個觀點 認為說 呃 這個觀點不對 因為好的藝術家 他要基於 自身的這個時代 去發展他的時代性 那跟 他的文化 產生的 很多的交織 那其實為什麼我說 我會喜歡 找黃正陽老師 來做的第一檔 因為我要攻頂啊 他是我們書法界 第二三頭 那這個 學俗型的 藝術家 我覺得是有很多的好處 因為他們精通古今中外的美術師 那你只懂中國美術師 那有什麼用 你沒辦法推廣出去 因為我所謂的一個文化坐標 他必須要站在一個文化輸出 流不流暢的方式 來去審負他自己 那 呃 文化要輸出的通順 你才有辦法國際化啊 那 現在的藝術大師 他要變成大師 他必定要國際化 所以說 我認為說 呃 他古今中外美術師 都監通的時候 他就產生了一種所謂的互聞性 就是說 東西之間 他其實是可以相互表述 並且滿足彼此不足之處 他可以演化的 那這也是我認為說 在於 當代藝術創作 尤其說傳統的這種 呃 被認為是 傳統的這種 藝術的 創作類別中 他要怎麼當代化 他要怎麼國際化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過程 對 那 所以說 呃 我認為說 就是說 藝術家 他其實 呃 不管他 呃 經營的面向是哪些 他都要滿足一些他的 目標市場 那學術型的 他就透過學術性的精武 帶動了美術館延長 然後帶動了小眾 小眾的那一些 呃 小眾的這些 的 專業型的 收藏家 對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所謂有明星型的 就是說 現在有很多當代藝術家 他把自己當成一個 明星來經營 那再來就是說 有所謂的就是說 呃 明等型的 就是說 呃 有一些的 企業主 有一些的明星 有一些的政治人物 他們作為一個 呃 呃 呃 跨界的一個 投入到藝術創作家的身份 那還有就是說 就是說 專業分工型的這些藝術家 那專業分工型的藝術家 他其實懂得就是說 他知道怎麼樣在 呃 就是說 藝術環境上 進行專業分工 就是說他只管自己創作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 外部環境的經營 他其實是交給 就是 經濟機構的 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呃 當然他有一些啦 他屬於師傅型的 就是說 呃 過去有很多的藝術創作領域 他屬於走內需市場型的 就是說 他遭受了很多學生 那所有他的一些收藏家 也都是他的學生 並且有食品質的關係 那當然 最後有一種 有些人可能不認同 他叫做所謂的 呃 就是說 江湖型的藝術家 也就是說 呃 地區 呃 地區型的民間大師 那 那 那 這些大師 他們有些 可能會參加一個畫會 那也會在很多不定期的地方辦展覽 但是大部分的展覽品質不會很高 那 呃 哪一塊的市場 那 那我想就是 對 那要不要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 我等一下再介紹一下 就是說 藝術家滿足的幾點 好 那個 我們呢 呃 就是在這個時間呢 就是 呃 我們也 謝謝那個 總監呢 真的是凱凱二談 然後談到非常非常難多 那我們先休息 十分鐘 那 待會呢 我們在三點 十五 三點十五的時候 我們再繼續我們的話題 然後更具體的展開 各種有意義的話題 好 謝謝大家